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珠海航展 让所有的军事迷期待非常久 从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不断地讨论 那这次是在今天是正式开幕 它的时间到17号 亮点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今天讨论到底要怎么样来讲呢 我们第一个来看大的一些数字 那它是两年一次 一次规模比一次大 这次来自47个国家跟地区 总共是1022家企业参展 159家境外展商 那这个数字比上一届 两年前成长了104% 那特别是大家关注的 俄罗斯 法国 美国 沙特 意大利 是以展团的形式来参展 特别是沙特我们挑出来讲一下 大家每次讲到沙特就 中东土豪 中东富豪团 当然就是有钱 沙特这次二话不说 一口气租下了300坪的展厅 300坪很大 但里面放什么呢 走进去啥都没有 空空荡荡的 为什么 因为人家不是来展 人家是来买的 所以很多人讲说 其实珠海航展 就是沙特的双十一购物节 那空餐而来 未来会满载而归 那沙特来了一个大天团 相关的军事产业总局 国防发展总局 国家机械系统公司 还有各式各样民间的军工 相关企业通通都来了 光是这个空荡荡的展场 是最让大家惊讶的 你知道空比满 更让大家感到不可思议 而且这个地方很贵 这个租金算一算几百万跑不掉 那今天的第一场飞行表演 其实网上大家可以搜到 接下来这几天都可以上网看 它的那个表定节目都已经 时间都出炉了 首场飞行表演长达四个小时 当然第一个登场的是 大陆解放军空军八一飞行队 其中由歼10C 歼10S组成了机队 然后第二个登场的 就是歼20隐形战机四架 钻石队形 那个画面非常好看 稍后我们在来宾讨论的同时 在我们的中间的画面 可以看到完整的过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歼35A 大家超级期待 第三位出场也很帅 单架只有一架 飞越展场之后 急速爬升 就是垂直 然后就没有 然后就飞离了 整个过程只有30多秒 大家想说 这么短的时间才30多秒 最想看的是歼35A 我们之前讨论了很久 那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白帝 这个名字取的就是很科幻 它的造型样子也很科幻 因为现在大陆的 这个四代战机 五代战机等等 那白帝呢 预料会不会就是那个 六代隐形战机的雏形 这也太科幻了吧 白帝什么概念 它是中国古代五帝之一 那这个五帝之一 跟其他四帝有什么不一样呢 掌管天下的西方 你懂了吗 掌管西方 这样大家知道 那当然现在它只是个概念 不止在大气层内 而且可以冲出大气层 进到外太空 执行相关的飞行作战任务 机首非常尖锐 有利于高速飞行 会是那个解放军的 六代隐形战机吗 其实白帝我们看到 在2022年 2023年的时候 开始慢慢地露出了雏形 大家非常关注 那这次因为它展现了 这个概念模型机 当然模型机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但是大家大概看到了那个 所以今天这个 还一波非常的科幻感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跟我们台海相关的 彩虹9 超大型攻击无人机 那它的单侧机翼 下方展示了三枚导弹 是重型的侦察打击一体 机翼展开25米 最大航程超过上万公里 飞行的时长 也是佼佼着 起飞重量超过了6.5吨 当然很多居民 不知道是夸大说 它的战力可能胜过轰6K 也有人说 它是轰6K的青春版 未来在台海 如果有那个 我们不想看到的一战的话 它应该会出现 会扮演着一定的一个角色 我问一下介大使 在这次航展当中 你个人最关心哪些 我其实除了飞机 包括引擎飞机 还有无人机之外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 宏奇19 这个我们上礼拜有讨论 这个防空导弹 我觉得最值得注意 因为它事实上的话 就是等于中国大陆的铁穹系统 而且这个 这个是比美国的萨德系统 它的射程更远 对射程更远 所以这次拿出来展 有人说 其实这个武器 中国大陆十年前就有了 过去一直不公开 那这次公开了 这个是不是一种攻击 它是防卫性的 那就是说 事实上就是说 像以色列的这个铁穹系统 还有这个川普也一直要讲的 他在这个竞选中 他说要把美国的天空 搞成一个最大的铁穹 那中国大陆这一次把这个 特别把宏奇19展现出来 优于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将来的铁穹 真的杀手剑 也就是萨德系统 比萨德系统还先进 当然有人讲说 它是中国版的萨德 我看到上面很多军迷留言 说干嘛讲中国版的萨德 就是中国的这个宏奇19 因为它射程更远 对 但是这个架势 你怎么看待这个彩虹9 因为这次解放军 不管是空中的海面上的 地面上的 像那个机器狼 有没有 可以说是立体式的 各式各样的无人武器 那空中的海面上 我们昨天都介绍过 那这个彩虹9 这个轰6K的一个青春版 那当然它有台海杀气之称 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台海一战 但你怎么看待 它的这个炸录 在无人武器方面的突飞猛进 这次它除了这个彩虹9 它无针漆也出来了 对 那现在还没有提到那个双尾蝎 那这个无针漆的话 它是喷射引擎的 喷射引擎的 那它就是速度快 因为它是要侦查嘛 侦查所以速度比较快 那这个彩虹9是查打一体 它也可以侦查 它也可以打击 所以这次看到它的挂弹量 是很可观的 因为它事实上的话 它最大载动量是10吨 10吨基本上是 以这个无人飞机来讲 我看到是大概是 这个载重量最大的 所以这次它挂的这个 所以人家就跟这个 轰6K可以相比 主要它的载重量 然后它现在这一次 那个中国大陆又试射了 用这个无人 用这个隐形飞机试射了 这个英级21 英级21的话 1000到1500公里的射程 然后呢 它不是空对空飞弹 它是空对地 空对海 所以呢 如果说这个无尊 这个好彩虹9可以挂 这个英级21的话 哇那这个打击力不得了 真的是不得了 那就是说它的航程 事实上有1万公里 可是它就速度慢一点 因为它是螺旋角 它在这个最尾部 一个大的螺旋角 那最高时速 大概平均时速在200公里 一小时250公里 那也不算慢 因为它这个飞行的高度 也可以到一个很大的高度 所以这一方面就变成 就是说在这个无人机方面 中国大陆拿无针7出来 拿彩虹9出来 如果还有双尾鞋的话 那就可以说展现强大的 无人机的战力了 那这个不但续航能力 它的挂弹能力 然后它本身的这个 这个航速跟在空中的持久性 这些来讲我看都是 大概已经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了 美国也不过如此 美国也不过如此 所以这次欧欧战争 大家得到了最后一个结论 现在还没有完 就是说无人武器的重要性 尤其无人机的重要性 那不管你是风群无人机 还是今天要好 那个中型的这种 像现在乌克兰对付俄罗斯的这种 这种中小型的无人机 还有这种大型无人机 基本上未来的战场 就是无人机的天下 对昨天这个李将军在现场 这个他也跟我们讲 这个无人机的概念 现在这个大陆不只有 这个海上的无人机航母 空中的那个无人机航母的 这个概念 当然你看到所谓的这个 很炫 这个东西虽然到目前为止 它并不是一个这个 并不是一个这个实体的一个 就真正的一个这个武器 但是它这个概念 引发了很多讨论 我先问一下亮哥好不好 亮哥你怎么看待这个沙特 沙特这次引发了很大的关注 这个沙特这个采购的能力 当然在这次刚好 11月11号是中国空军的75周年 所以央视也推出了一个宣传片 那刚好就跟这个航展相互辉应 沙特大概来买菜了 对 看到了就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 要装满为止 大概除了美国的压力之外 大概美国 我认为他 因为这个沙拉曼还没有接国王 所以他还是有所忌惮 所以他最近听说要买的战斗机是法国的 他不敢买中国的 所以我觉得他会买别的啦 我认为如果是最高端的 我也不知道中国要不要卖啦 比如说那个35要卖吗 这个不知道 歼20要卖吗 我也认为不会 所以可是就是可以卖的 他大概都要 比如说我认为运20他一定会买 那那个机器人他早就说他要买了 那无人机 中国大陆在沙特有好几个工厂 那现在已经到了彩虹9嘛 沙特搞不好还没有彩虹9 因为早先的应该是彩虹7吧 那这个彩虹9啊 刚刚介大使有讲到 它的载弹是两公吨 那它是载三枚导弹 那那个英纪21一枚大概是一吨 可以卖啊 那就卖两枚嘛 所以这个当然如果真的要用来 因为它飞行的高度也高啦 那这个当然就会构成 我不知道它这个制造的成本 高到什么程度 可是如果可以不必要 有那个飞行员的训练成本 那可以省蛮多钱的 那我是觉得沙特 沙特现在我的感觉啦 就是反正他从美国买不到 然后就到中国看到 他就全卖 他自然他历来都是这样 那你既然敢展 那我就问你你要不要卖 那为什么租了那么大一个房 就是准备要接待人家了吧 就是要跟人家谈生意啦 这个租那么大一间 真的蛮怪的 因为他来的人也没几个啊 可是那几个可能都是 有权利做决策的人 可能是这样 我认为真的 真的要买你不会知道啊 他不会外传啦 那展出的也不是都可以卖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细细看 然后每天都把它登录下来 然后有背后的一些谈判 大概是这样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他添加五种EGF 他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附录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